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James 今天我們要再次做素食的滷肉飯 但是我們今天不會利用任何的罐頭來完成這道料理 我們今天要做的素食滷肉飯會需要杏鮑菇 然後使用它的頭尾部分給它剝成小顆粒的狀態 就像這樣 然後我們也需要香菇 那今天我用的是新鮮的香菇 因為今天我們有要做很多,所以我只用三朵新鮮的香菇 然後我們還會需要油豆腐還有豆干 那基本上步驟跟我們上次交的大同小異 我們首先需要把所有的材料都切成小頂狀 那我們就先把材料都切成小頂狀吧 Let's go 影片的一開始呢,我們有說過杏鮑菇 只用頭尾這兩個部分而已 中間這個部分我們不使用 因為我們要把它留下來 那下一次的影片當中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我們如何利用杏鮑菇中間這一段 來做其他的料理 所以我們就選這樣子剝下來之後 把它剝成小片狀 然後我們只使用頭尾的部分 因為頭尾的部分它是不能被剝成濕的 頭尾這個部分其實它是頭的部分比較好剝 然後根部這個地方比較不好剝 那如果不好剝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用刀子給它切成釘狀 因為我們到時候要用這個中間的部分 把它剝成這樣子一絲一絲的 那下面這個部分它比較不容易變成濕 所以我們要把它拔掉 這邊的杏鮑菇大概是三條左右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看我們要煮的量去決定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把香菇切成冰吧 再來我們把豆干也切成丁 最後我們一樣把油豆腐魚給它切成丁 那我們所有材料都切成丁之後我們就起鍋 然後準備開始來做我們的素肉醬 我們起鍋之後我們倒入油 然後下油之後 鍋子熱了之後 我們就先把我們的杏鮑菇跟香菇丟下去炒一炒 那這個時候我們記得要加一點鹽巴來調味 那稍微炒過之後我們就把我們的豆腐都給它加進去 我們的豆干跟油豆腐 這兩個豆腐我們都給它加進去 然後拌炒之後 我們就倒入水 那這一次一樣我們的調味料會用到鹽巴角味醂 醬油膏糖還有少許的太白粉或者是地瓜粉 然後加入我們的調味料 在它在煮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先來調我們的勾芡用的水 那我今天用的是地瓜粉 那我們就拿一個小的容器 然後加一點水 然後一湯匙的地瓜粉 那我們就拌魚 好的那在它滾了之後 我們就讓它再多滾一下子 把味道煮進去之後 要起鍋之前我們再來勾芡 就先這樣子讓它滾個大概15-20分鐘吧 但是在讓它滾15-20分鐘之前 我們先試一下味道 如果味道可以的話 我們就先就讓它煮 好的那我們味道調好之後 我們就給它蓋上蓋子 讓它滾個15分鐘左右 那15分鐘後我們再來勾芡 好的那我們已經煮了差不多15分鐘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給它勾芡 我們要勾芡之前這個水稍微再攪拌一下 倒進去之後我們要把這個也攪拌一下 這樣才不會 拉一塊一塊的 好的那我們 加入我們的地瓜粉之後 我們讓它滾 讓它再多煮一下子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火啦 煮好之後我們就給它關火 我們這道素食骨肉飯就算完全了 你怎麼還在認 不要再看啊 快去去去去 去買你的材料來做 不要在這裡看了 去去 今天沒有任何解說 沒有任何事後感的 快去 你還在 去 快去 去 去